观影不自赏,好电影虚同响,大家好,欢迎收看良品电影。 在灰蒙蒙的天气里,道三独自走在偏僻的小道上,不远处有一个着火的灯笼,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就在这个时候身后传来动静,道三猛地一回头,只见一个老头步履蹒跚地向他走来。 还没有等到道三开口,对方就张牙舞爪地将其按倒在地。 一时之间,道三都被掐得快窒息了,一声怒吼,道三惊悔问定地从梦中醒来。 原来刚才的不过是一场梦啊,但道三终究要面临现实中的问题,他被房东催租了。 道三和女儿只能鞠躬请求房东再宽限他们几天,大白天的就睡觉,不说房东看不下,就连邻居大婶也出言劝说。 现代世道这么差,想靠当道士套生活根本是不可能的,还不如脚踏实地地当个小贩或者是做粗工也行啊。 可道三是平安时代京都风靡一时的大道士卢乌道满的后裔,面对生活的压迫,曾经的威名也成为枉然。 最终,道三还是和邻居盛泰一同出去做小工去了,刚走出村子,道三忽然感觉到背脊一阵凉意,盛泰嘲笑道,我看你啊又想装病。 道三懒得搭理他,加快脚步走到前面,却看到了一个未烧完的灯笼,原来那不是梦,他小声地喃喃道,随后就看到梦中的老者倒在地上,胸前还插着两把武士刀。 道三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打算掉头装作没有看到,虽然盛泰也很憨怕,但是他坚持要报官,很快一名年轻的武士前来认识,他就是死者田工一支的女婿,医幼未门。 他暗自伤神,该如何将这个噩耗告诉那人阿炎呢?随后请求官府,如果查到线索,请务必要通知他。 就在这个时候,死去的工一支不知道为何突然睁开了眼睛,似乎是死不瞑目。 慎太见到之后丝毫不害怕,反而给医幼未门推荐道三。 这位大师可以做法超度,让死者早日成佛升天,但是不知为何,医幼未门拒绝了请道三做法事。 在这道会上,面对泪眼婆娑的妻子阿炎,医幼未门许下承诺,就算走遍天涯海角,我也一定会为父亲大人报仇。 在一旁的喜兵卫附和道,只要有我帮得上的忙的地方,请尽管吩咐。 随后,喜兵卫提出,阿炎愿不愿意到齐本府邸帮忙当厨娘呢? 原来呀,田公家并不富裕,所以想要报仇,要有钱才行。 阿炎却说,自己怎么说也是武将之妻,实在不适合抛头露面。 但,幼衣卫们却不拒绝自己的妻子出具务工。 幼衣卫们反而觉得这是一次机会,如果她能够亲自为岳父报仇,就能够洗刷王日的耻辱。 曾经很多人都在背后讽刺幼衣卫们,说她是一个只会吃白食的废物。 为了帮助幼衣卫们挣回这个面子,阿炎最终答应去齐本府邸当一名厨娘。 第二天一大早,翟月就过来接阿炎。 在家门口,幼衣卫们郑重承诺,阿炎等我报了仇就去接你回来。 在离家的路上,阿炎可谓是一步一回头,可见她对幼衣卫们的感情非常深厚。 可是,阿炎走了之后,幼衣卫们转身就到了喜兵卫的府邸。 原来,喜兵卫将自己的小妻阿晴赏赐给幼衣卫们做妻子。 阿晴经常被喜兵卫的正妻欺负,喜兵卫看到之后很不忍心, 所以才托幼衣卫们照顾。 当然,喜兵未有需求的时候,还是会随时去照看阿晴的。 但是,幼衣卫们似乎并不在乎这些,只要有钱拿就够了, 至于其他怎样,她都无所谓。 因为其本家今天刚好有点不方便, 所以今晚阿炎就只能暂住在翟月家中。 深夜,翟月却鬼鬼祟祟的钻到阿炎床上, 阿炎被惊醒之后,坚决反抗誓死保护自己的真操, 并且警告翟月,说如果这件事情让她校工知道了, 她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翟月却反而说道, 又衣卫们早就知道了, 就是她用无良的价钱将你卖给了我。 阿炎根本不相信翟月的胡说八道, 趁起不备将枕头狠狠地砸到了翟月头上, 顾不上穿鞋就赤着脚跑回了家。 却正好撞见了又衣卫们和阿晴亲亲我我, 眼看事情被揭穿, 又衣卫们也懒得解释, 直接开门见山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 当初她之所以入坠田工家并不是想要娶老婆, 而只是厌惯了浪人的生活, 以为可以在田工家过些快活的日子。 谁知道田工医治根本就没钱, 阿炎哪里知道自己一直挚爱的丈夫竟然是这种人。 此时的狂风暴雨就像阿炎的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 虽然伤心的阿炎曾经想过要自杀, 却是因为太爱又衣卫们而再度回到家中。 往后的日子里, 阿炎一直缠着又衣卫们不放。 之后, 又衣卫们和喜冰卫商量着怎么处理阿炎, 所谓无独不丈夫, 喜冰卫从袖子里掏出了一包对阿炎很有效的仙丹。 又衣卫们问道, 真的有效吗? 喜冰卫点头表示确认。 回到家之后, 又衣卫们对着阿炎的身体嘘寒温暖后, 就把那包鲜丹交给了阿炎。 拿着手中的药, 阿炎以为, 又衣卫们终于浪子回头了, 被改腥味。 这边, 展月听闻阿炎身体有些抱恙, 也买了一些药送给阿炎, 还跪在地上恳求阿炎到他家里养病。 如果阿炎继续和又衣卫们住在一起, 就算是小病, 也会变成大病。 可是, 不管展月怎么劝说, 阿炎死活都要待在又衣卫们的身边, 并且将展月买来的药打翻在地, 随后回到屋内, 就将又衣卫们的药全部吞了下去。 展月见到阿炎根本不信自己, 只能将又衣卫们害死天宫一支的真相说了出来。 在这种刺激之下, 药效很快就发作了, 阿炎痛苦地在地上不断哀嚎。 展月急忙扶起阿炎, 却被阿炎此时的惨状吓坏了, 头也不回地逃离这里, 正好和刚回家的又衣卫们相遇。 又衣卫们走进家中, 发现阿炎还在梳妆台照镜子, 猜测阿炎没有吃那包药, 他默默抽出武士刀, 准备亲手将阿炎杀死。 正当又衣卫们准备拔刀的时候, 阿炎充满仇恨的声音响起, 你好狠呀, 你居然杀了我的父亲, 现在连我也不放过。 我好狠, 我不甘心。 可是, 又衣卫们却毫不留情, 抽出武士刀狠狠地向阿炎看, 抗去, 可是奇怪的是, 地上哪里有阿炎, 只有一缕头发。 阿炎不一会儿又出现在里屋, 朝着又衣卫们争鸣一笑, 又衣卫们冲上去又砍了一刀, 却还是没有砍到阿炎。 反正, 无论阿炎出现在哪儿, 又衣卫们就朝哪里砍去, 最终意识到不对劫的又衣卫们 拔路而逃, 躲到了翟月家中。 可是, 阿炎的身影却如影随形, 又衣卫们反手就是一刀刺去, 可杀的却是翟月。 又衣卫们惊慧未定地逃出翟月家, 却在一个茶馆里遇到了道三。 道三一眼就看出, 又衣卫们的面相成为死相, 又衣卫们惊为天人。 他跟随着道三来到他的家中, 道三将又衣卫们带进了一个 充满符咒的房间, 并且在这里布置了一层结界。 所以,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又衣卫们都不能离开这里, 不然就会性命不保。 不久之后, 一团绿色鬼火飘到这里来。 很快, 阿炎的声音就从屋外传来。 又衣卫们大人, 又衣卫们大人, 请开开门。 很快, 阿炎的鬼影就出现在门上, 深受刺激的又衣卫们不顾道三的劝阻就冲了出去, 顿时电闪雷鸣, 房屋不断晃动。 道行不够高声的道三根本不是阿炎的对手。 硬得不行来软的, 道三劝告阿炎, 只要能够抛开对又衣卫们的执着, 阿炎就可以获得解脱。 但是道三怎会懂得阿炎心中的怨恨呢? 又衣卫们又跑到了洗衣卫家中, 可是阿炎的声音还是如影随形。 最终, 又衣卫们的精神崩溃, 阿琴和洗衣卫都先后死在了又衣卫们的刀下。 罪孽深重的又衣卫们, 最终陷入了武士的重重包围之中, 而且不远处还有阿炎盯着。 求生无望的又衣卫们最终只能自杀, 目睹着这个深爱的仇人死去, 阿炎恢复了原本的面目, 最终两人化作两团绿色的鬼火消失在这里。 道三见到这一幕之后感叹道, 女人真的是一种既可怕又可悲的生物啊。 四股怪蛋选自日本怪蛋百物语中的第一个故事,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观看全集。 好了, 本期良品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记得点赞转发哦。